來 早餐 我們到8點20 還是20 還是8點半 來 第一節課 我先問第一節課的時間 8點30 9點 到9點 OK 9點20 OK 好 來 這個課 美國時間 我們台灣裡面有一句話說是美國時間 美國時間你們知道什麼意思嗎 很多很空閒的時間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用美國 美國 不用英國 不用中國 不用法國 為什麼用美國 這跟我們的歷史有關係 因為我們過去 我們日出世界大戰後 我們接觸到美國人 他在我們這裡駐紮軍隊 我們看一些戰爭片也好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影片也好 我們發覺 因為美軍的軍中生活 除了訓練以外 他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是有很多的活動型態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老一輩看到他們 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 好像 很快樂 或者是好像做一些事情 非常的 跟我們的傳統想法不太一樣 他們會做一些娛樂這種東西 後來 因為我們都在工作嘛 我們是長時間在工作 我們的所謂的休息就是睡覺 對不對 老一輩的那個時代就是 那個睡那個睡 那個就是睡 那個睡就是睡 那個睡就是睡 稱為美國時間 但是 我在想的是 美國時間後面 是怎麼 什麼樣的價值信念系統 產生了這種東西 為什麼我們沒有 為什麼美國人有 我在想的是這種問題 這個事件的背後的問題 那我們來往下走 因為其實這堂課算是 歷史課與文課 反正就是一種綜合型的課 幫我們補足了一些 我們對西方文化 比較欠缺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思維裡面 就是 國民黨教我們那一套的 大中國歷史 一旦 我們往上找 日本 時代的這個50年 就不見了 我們從鐵道史來說 一上去就是流民船了 完全忽略了整個環島的鐵路 是日本時代建構起來的 就直接挑到中國的什麼 五千年來 那一段了 什麼唐瑤 什麼 黃瑤余順 夏商周 五代十國 一大堆 那些東西 就是往那邊跑了 我們忘記 所以日本這一支的歷史 也會跟我們有關 還有整個世界的潮流文化文明 也會跟我們有關 所以這個 今天再講 這個美國時間背後 到底它存在了什麼這樣的意義 怎麼下不了下一頁 我給它看一看 好 美國時間 不是說一個時鐘 有一個美國國旗 就是美國時間 我們在講到時間的時候 是講time這個字 你覺得什麼是時間 怎麼去度量 我們從小到大 都一直被強力的灌輸 要有時間觀念 要有時間觀念 可是 時間觀念 只對人類有意義 你沒有看過一隻猴子說 我們中午的時候 我們去做什麼 我們下午的時候去做什麼 沒有 動物世界 植物世界是憑著自然的規律 驅使它內在的那些動力動機 然後它該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它就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然後有日行性的動物 有夜行性的動物 但是人類沒有 人類完全超越這個 所謂的自然規律 你看那個動物一定有 所謂的生產期 比如說春天 大部分都是動物的生產期 可是其他時間沒有 可是人類就是打破這個 每一個月每一天都有人出生 人類就是打破這個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 在時間以內也可以跳多時間 掌控時間 所以上面一個時間 時間只有人類才有觀念 可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 一天24小時 一小時60分鐘 一分鐘60秒 一年365天 又四分之一天這樣子 我們從小就是被這樣灌輸 可是你有沒有去質疑過一件事情 會不會其實根本就沒有時間 我們看到的只是 這環境一直在做變化而已 其實根本就沒有時間 所以它是一個觀念 是一個觀念 是一個觀念 來 1923年Time雜誌 開始 有川普總統 他開始在 介紹川普總統 所以 You are hired 你就任了 1923年就開始有這個雜誌了 這個雜誌在歷代 每一個時間 他出版的時候 都會介紹一個重要的人物 一個重要的事件 一個人講了什麼話 影響了那個時代 那個時空 影響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的封面雜誌 都非常重要的人 發生了一些事情 說了一些話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曾經有封面出現電腦 不是人 出現電腦 什麼意思 就在我們人類歷史的時空裡面 以前電腦是對人類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以前電腦是很大台的 整間房間都是電腦 在戰後的那個時候 1945年 後來電腦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 到現在變手機那個樣子 有沒有 以後甚至 搞不到你連手直裝是都沒有了 就直接戴眼鏡 直接直入到你的腦裡 當我們在說人的時候 什麼叫人 如果我的手背是機器 我還算不算人 如果我的腦子裡面有一個晶片 可以讓我把全世界的資料都讀取進來 那我算不算人 我是人還是神 現在有很多東西 我們對傳統的定義跟現代的定義 已經完全脫疆野馬 超越我們的思想框架了 所以我們跟上時代的意思 不是說 時代潮流怎樣 我們就要跟著爭著跑 而是說那個思潮 那個思潮是怎麼樣進行的 不是人家搞什麼運動 你也跟著什麼運動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我們跟著人家思潮 知道人家全世界在做什麼事情 不要一直守在自己的地方 然後自己說自己才懂的話 這樣子 Time就是時間 Time的幾倍 Time 吃一碗飯三分鐘 吃兩碗飯幾分鐘 六分鐘 大概就是這樣子算 可是可能一碗飯飽了 第二碗飯你就不會是六分鐘 可能是一小時 Time幾倍 Double times Jet lag就是時差 為什麼會有時差 為什麼會有時差 為什麼要定時差 全世界大家一個時間不是很好嗎 我六點你也六點啊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約六點吃飯 時間就是六點 不會說 我還要去人家那邊調時差 沒有 你知道這個時差就是因為地球自轉的關係 地球自轉因為受到陽光的照射 大家定好一個事情 太陽都會照到 每天我住在北半球 你住在南半球 我住在東半球 你住在西半球 我們每天都會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日出 那把日出的時間 大家都定一樣定六點 那就會造成了 我在東半球的六點 跟你在西半球的六點 會是有時間的差異 所以才定出時差 那定出時差的時候 比較好做事情 因為大家都是日出而坐 六點做工作 日落而休 就是晚上六點休息 所以如果我們開飛機到美國 有時差 我們開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在睡覺了 他是晚上在睡覺 他開到北歐的時候 可能北歐是白天 我們就知道說 每天大家全世界的固定 都是六點到六點是早上 那這會因著太陽的移動 造成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時區 那一定要這樣子定 沒有這樣子定 我的六點搞不好你在睡覺 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個時間的話 我的六點可能你在睡覺 那這種情形在哪裡會出現呢 在中國 因為他們家就跟別人不一樣 他們就是要自己一個 叫做中原標準時間 所以你從山東 山東省 或者是大連 它只要太陽一升起來 那個時間是六點 新疆還暗暗的 它也是六點 新疆可能是半夜 如果照時區來劃分 它可能是兩三點 它也叫六點 所以它們稱為中原標準時間 你看他們這族的人 這國的人 這屬性跟人不一樣 所以時區的功用是很重要的 什麼叫美國時間來 你騎腳踏車會這樣子騎嗎 會不會騎腳踏車 你會騎這種垂直的路嗎 不會嘛 所以這阿嬤看到就是說 你這美國時間太多了 你會全家一起去泛舟嗎 帶著你的爸媽 帶著小孩 帶著你的侄子 帶著你的阿公阿嬤 會去泛舟嗎 不會喔 我們說我們東方人 很注重家庭的價值 很注重家庭的和諧 西方人比較現實 可是你看西方人 他們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他們運動完之後 經歷了這個冒險完之後 他們的家庭的凝聚力不是很強嗎 對不對 他們吃飯的時候就會 會回憶起說 你看那時候我快摔下去了 我爸爸馬上一手就把我救起來了 我本來以為我快要死掉了 你知道他們在經歷這種 所謂的強力的這種體驗的這種教育 或者是體驗的這種活動 會造成他們這個家庭 對他們家庭的那種信任度 和諧度 和諧度 向行李都會增強 他們非常注重這所謂的家庭日 家庭的時間 家庭的價值 他們放假 休閒活動是玩這種的 我們是什麼 你說看電影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還有多少人在看電影 我們放假做什麼 吃飯嘛 對不對 所有的假期大概都是約吃飯 最快 最方便 我們會跟 跟人去玩這種高強度的 大概只有 跟同伴 夥伴 同學 朋友 同年紀的 我們不會有年紀差異這麼大的 對不對 很少嘛 除非你是做什麼兒童的那種 教育事工的啦 或者是 那種事業體 才會有可能去做這個 來 攀岩 有聽過啦 攀岩 你注意看這張攀岩 它沒有繩子 是爬沒有繩子的 沒有繩子你敢爬嗎 我告訴各位 當我們看一張照片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他不會今天第一次爬 對不對 第二 他一定是經過很多的訓練 才敢爬沒有繩子的 所以一開始一定從有繩子開始 第三 這張照片 是這個人用兩隻腳兩隻手在爬 對不對 那請問拍照的人呢 他用幾隻手幾隻腳在爬 可能他有繩子喔 可能他是用頭頂攝影機拍的 可能是他在山下用望遠鏡拍的 望遠鏡頭拍的 可能是他離地面只有一公尺 因為圖片的角度取景的關係 可能是室內攝影棚 可能是室內攝影棚嘛 那也有可能他其實是在爬平面 我們反過來90度拍 他就會變成爬立面 我要講的是 我要表達的是 一張照片 有不同的角度去 觀賞 去體驗 去理解他 一張照片 所以媒體也是 媒體在播報一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去解讀他 如果上過初級班人大概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 這張也是嘛 這張拍的人就很厲害了 因為他要反過來拍 對不對 一般來說你會去體驗這種活動嗎 如果你有錢有閒 就給你免費參加 你會想要去參加嗎 不會齁 有一個阿嬤他100歲 好像是美國的阿嬤100歲 他說100歲的生日他想要跳這個 他真的去跳 台灣人100歲大概下來就 就走了阿對不對 下來又上去了這樣 這個也是阿你看 這個在滑雪的時候 他上面 已經沒有山可以爬了 他已經是在最上 最上端了 山的最上端了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登山 爬爬爬爬爬爬上去 然後再滑下來了 另外一種可能是 你看這個 那個水氣啦 煙霧那麼大 他可能是直升機 載他上去他就跳下來的 他是哪一種的 那如果你會滑雪 你會想要滑這種的嗎 這上面沒有人的咧 就是只有你一個然後就下來 應該還有第二個 拍照照片的人 這兩個 我要講的是 這個人這樣子滑雪 他有一定的訓練 一定的後面有一些 價值在那邊 可能他要挑戰第一人 這個山峰的第一人 他勇於挑戰這種 不可能的任務 這個 以前畫畫都是畫很像嘛 小孩子畫一定是從不像的開始畫 然後畫畫畫越來越像 畫到現在開始連空間都可以畫出來 3D的 這個是不同時期的 那個美術的潮流的派別 不同時期的派別 那不同時期的派別 有不同時期的文化背景 跟思潮 在影響那個時候的美術 那個時候的美術 也相對的反映出 當年那時候他們著重的美 美感 美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思潮就會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人 開始有不同的表現法 但是我們對於那個美術 我們就會停留在那個 就是比較屬於寫實派的 我們會停留在比較寫實派的 那個 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覺得說寫實派 比較容易懂 因為他就是畫他所看到的樣子 可是我們對這種立體派 抽象派 象徵性的 這個我們就不太知道他在畫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不知道 因為中華民國來 他的中華美學就很爛 所以他不會去教這個 他要奴役你 他培養你的美感幹什麼 所以你去比較 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街景 跟中華民國統治了74年之後的街景 差異性盛大 美學美感差異性盛大 所以就不一樣 那這個 最近比較流行的是照相寫實派 他是畫畫 但是他用很細的筆 把人畫出來畫到像照片拍出來的那樣 這就照片寫實派 你上網看 你就輸入照片寫實派 就會一堆看起來像相片 但是他是畫畫的 的東西 通常他都會畫得很大張 就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眼鏡就對了 像這個孟克 他畫的一幅畫叫 那喊 那喊呢 他這個後來被人家改編 改成這種樣子 我要講的是 他原作是這個 一定有一個原作 後來才有人創作 所以新的創作一定有一個根源叫做原作 這是來源啦 來源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創新 一定是站在某一種基礎 基本的原作上面去做創新 音樂的創新也是 他一定融合了某一種 比較原始型態的 或是比較古典型態的東西 把它弄出準和 或者是融合出一個新的概念 這個也是啊 星空 被拿來創作嘛 他原作是這個 星空 這個比較像印象派的 星空一定是晚上嘛 對不對 那個黃昏晚上那個時候 你才能看到星星星空 晚上你都沒有燈了 你怎麼畫畫 你要憑你的印象 很快速的把它畫下來 來這個人是誰 馬力聯盟路 馬力聯盟路 我們大家都看過馬力聯盟路 對他有一個概念 大概那個樣子嘛 那人家把它的這個樣子 拿來做一些彩色的刷 刷白或者是把它做一些上色 有一個新的感覺感動出來 這就是在藝術表現上面 有一個新的不同的創作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底是什麼 有一個真的人 有一個真的人 他的照片 這個是他的根底 他的根基 來這個人是誰 有印象嘛對不對 大家都有印象啊 蒙娜麗莎 因為你我都有蒙娜麗莎的印象 你問小朋友可能他不知道 可是小朋友他的感覺是 一個很可愛的小孩 這個是誰 一樣嘛 可是你有新的感受有沒有 新的感受力 你沒看過你就有新的感受力 說欸 為什麼會這樣子畫 這個是什麼 有一種感覺了有沒有 你會發覺說欸 很熟悉 但是他不一樣了 蒙娜麗莎2嘛 所以他原作是這樣子 為什麼藝術家要做這樣子的創作 因為蒙娜麗莎這一幅畫 非常的有名 可是當他被 我們現在年輕人講說惡搞啦 惡搞批圖這樣子 當他被改變的時候 我們對這一幅畫 會有新的感受力 新的欣賞角度 但是他逃 逃不了的就是他有一個原作啦 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你才看得懂這個東西啊 了解我說的意思齁 你一定要有根基 有一個基礎 你才看得懂 他在表現 如果兔子弄成這樣子 也有一種美感喔 如果他沒有頭髮 五官也是很漂亮喔 這個就是我說的 創作一定有它的基礎在 法理也有它的基礎在 當外面的人在講台灣民政府的法理是自己亂編的時候 然後我就把這些基礎找出來 有萬國公法 有自然法 有我們的法源 我把它找出來 是 你鼓舞了 你鼓舞了我 這就是我 小阿伯 那個時候 56 歲 他的歌聲很好聽 他唱了這首歌 You Raise Me Up 你上網搜尋就有這首歌 這首歌的歌詞非常好 意境非常好 那你去看這首歌的MV 網路上官方的MV 他有介紹到說 旁邊的人都在聽他這個歌的意義 意識在那邊 然後每個人若有所思 好像領受到一些東西 我要講的是 在西方文明的文化裡面 這個東西 你有看到這個帽子 他不是乞丐 他不是要人家施捨的 他放在那邊是人家打賞他 我要講的是這個文化 在台灣的街頭藝人 大多數 我看到的大多數是 好像你退休了 你自己覺得好像有一些才藝才華 你去考一個證照 人家外國沒有這種所謂的證照 你有才藝你就來表演 人家欣賞你就會打賞你 就這樣 台灣這個東西 是一種施捨 沒聽 還不錯 沒聽 這個 在國外不是 在國外是 你唱這首歌 你很溫暖我的心 我剛好遇到失戀 你這首歌 鼓舞我 我本來事業失敗想要自殺 你這首歌 感動我 提醒我 我現在的成就 不值得說 過去那個失敗 不值得自殺 所以這首歌 帶給那個時候的人 有很大的意義 我要講的是 這一個東西的文化後面是什麼 這個背後面 這個畫面的文化意義就是 在西方文化裡面的價值是 每一個人一出生就有價值喔 那個價值不在於你受了多少的教育 你有多少的財富 而是你出生 身為人本身就有價值 這個存在在普遍的西方文化裡面 所以你看喔 那個澳洲不是有一個叫Nick 他不是手腳都沒有嗎 他在演講感動了很多人 手腳都沒有的人 在台灣你覺得他長大之後 會到處演講去幫助人嗎 你覺得他有機會嗎 很少喔 在東方文化裡面是很少的喔 因為這種 生來就已經殘缺的人 在東方的文化思維裡面 那種人是被咒詛的喔 什麼叫被咒詛 你中四人一定是不太好笑啦 所以這四人生出來 沒腳沒手 在這種文化思維裡面是這樣 在國外他就有很多的機會喔 就有非常多的機會喔 所以我要講的是精神跟價值 精神跟價值 台灣這兩樣東西還沒三千出來 我們常常在講台灣分 台灣分 台灣分 台灣分就是在講台灣的精神啊 早不出來 228就死掉了 他有什麼台灣精神 台灣精神 我來看歷書 我發覺什麼叫台灣精神 台灣精神就是說 西班牙人來 舉西班牙旗 荷蘭人來 舉西 荷蘭旗 日本來 舉日本旗 中華民國來 舉中華民國旗 這就是 對 發表什麼 跟這台灣精神 就是說 我們一直被殖民 我們一直在不斷的改變我們自身的屬性 我們一直在不斷的改變我們自己的文化 到最後我們文化就消失了 來 人類必須問的問題 Who am I 第一要問的是這個 自我認同 我是什麼人 Who am I 當我們失去了我們自己的認同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即使讀得再高 你不知道你是誰 你自我認同不佳 認同自我認同感不對 你就會做出不正常的事情 What am I 你問我是三米火 就是我的身體是什麼東西組成的 我是只有肉體嗎 還是我也有心靈 那肉體是什麼東西組成的 那心靈到底是什麼 在探討這個東西 Where do I come from 我從哪裡來 這從哪裡來不只是地點的問題 是時空的問題 還在問另外一個是 意義的問題 人生的意義的問題 Who am I 我在哪裡 它不是在指location 它也不是在指GPS你在哪一個點 而是指說 我們身處的環境是什麼 不會不會不會 我在哪裡 我在這個世界 好 那這個世界 什麼是我 我會發覺 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欸 桌子不是我 椅子不是我 牆壁不是我 窗戶不是我 什麼都不是我 那不是我的不是我 那我是什麼 我就可以從這個環境當中 抽離出來一個我的意思 講到這裡很像宗教啦 但是這是哲學啦 這是哲學要問的問題啦 那個M I going 我就說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 就是我未來的傾向 我要往哪裡走 不是說你要去高雄 去台北 去台南 不是那個 我沒有要問那個意思 我是在問說 我們未來要怎麼走 Where am I going 我要去哪裡 Where are Where are 台灣 going 台灣要去哪裡 台灣的未來要去哪裡 台灣的未來 不就是我們現在的台灣人 去做一些改變 才能影響到未來 要怎麼走 對不對 現在我們都時時點點 沒有要插 你就是讓人 跟你操弄嘛 所以 這都關系在 時間的問題啦 都是跟時間有關喔 來 我問大家齁 這個世界的現況好不好 現在的現況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嘛 為什麼你覺得不好 因為你覺得 或者是你過去的經驗 或記憶 或是你的知識的理解上 你知道有一個過去有一個好的 對不對 然後有比較 你才知道現在不好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怎麼會覺得現在不好 一定你小時候曾經覺得某一些東西是好的 現在沒有了 或者是你的記憶中 或者是你理解的歷史當中 曾經是好的 現在沒有了 我小時候啊 我小時候 街上是很少垃圾的 因為大家越年輕齁 就越接近原來的日本時代啦 所以那個時候的國 國民素養是非常好的 我小時候路上是沒有什麼垃圾的 我小時候收水啦 人家說收水 就是吃剩的嗎 倒噴的嗎 很少啦 我小時候有看過 菜圖啊 你有看過嗎 以前沒有冰箱呢 就是 飯煮完 飯煮完之後 吃沒有完 放在桌上用一個菜圖 有沒有 把它蓋 房子 長癮來吃嘛 然後如果真的 咦 大家都吃完了 好 那就先收到菜圖啊 放咧 這樣子 現在沒有這種東西了啦 因為放在桌上 因為現在很熱的 以前的天氣沒那麼熱 世界在改變了 最近不是很多那種海鴻 金魚啊 說肚子30幾公斤的 是 塑膠袋子 我們說奇怪 待會兒吃塑膠袋子 我們都想不到 後來 後來就知道 有很多地方 都直接把本舍帶在海裡 很多國家 他們整條茄子都是本舍 都把牌帶在海裡 你要知道 沒有 人可以分出什麼是塑膠什麼 不是 但是動物沒有辦法 海鴻為什麼肚子裡面會有塑膠袋 因為海鴻是吃水母的啦 那水母半透明的狀態 在海裡 這樣撲 撲下去撲下去 這樣是不是很像水母 有沒有 很像水母的啊 他就說這個水母 就吃下去 吃下去怎麼會消化 不消化 他如果我倒越來越腰 但是越吃越飽 還不消化 到時候就死了 需要改變嗎 不好啊 需不需要改變 需要嘛 我們有沒有人力改變 有沒有 有吧 因為變不好是我們變不好的嘛 是我們人類讓它慢慢變不好的嘛 是人類的能力讓它變不好的嘛 那自然就變不好 不會啊 就是因為人類有意識的參與這個世界的 的那種變動 所以才會變不好嘛 石油沒事在地上 在地底下的岩層裡面 會突然間冒出來嗎 除非板塊移動擠出來啦 不然它不會冒出來嘛 那就是人類為了這個經濟能源的關係 去把它抽出來嘛 抽出來就開始做很多 做能源啦 做紡織品啦 做塑膠袋嘛 那用一用 又沒有辦法把它塞回去嘛 要不然就燒掉 不然就是丟掉 丟掉就丟到海裡面了 所以是誰做的 這世界不好是誰做的 是人做的嘛 那我們也要改變嘛 我們覺得要改變 要環保嘛 要讓我們世界永續的經營 永續的運作下去嘛 所以我們想要改變嘛 那我們現在社會不好嘛 我們沒有正常的國籍嘛 我們沒有所謂的國際法人嘛 我們覺得不好嘛 所以我們要改變嘛 台灣人有想要改變嗎 所以我們有能力改變 有能力喔 問題不在有沒有能力呢 問題在有沒有想要 意願嘛 有沒有意願要改啦 有意願沒有啦 沒有意願 更多能力就沒效啦 你讀十個PhD都一樣啦 你沒有動力沒有意願 沒有那個想要執行的力量 就沒有用啦 讀再多的知識也沒有用 好我們來看這個 不同時代的歷史 你如果看上面這個啊 你不要把它當國家 你當國家你就會誤解這一段 你要當地區 地區喔 就是地球上的一個板塊 或者是地球上的一個地圖 你把它當地區 中國地區 印度地區 伊朗地區 然後再來看這個世界史 你就知道有一個世界史 它橫跨了 比如說這個法蘭克王國 它橫跨了德意志跟法蘭西的這個領土範圍 你就把它當地區來看 來我們來看古歐洲 從這邊開始看 在地中海的周圍 有一群人叫菲尼基人 他在這個時候 在地中海地區貿易 所以最早 就是海泉時代就開始了 海泉時代 然後呢 他們開始使用文字 使用文字 作為歷史的紀錄 這是歷史的定義之一 那請問沒有文字之前算不算歷史 也算啊 可是我們在講歷史 是指使用文字之後 人類所被記載下來的這段歷史 那之前就是死前死 死前死怎麼把它追出來 就靠著考古這種方法來理解 他們開始使用文字 他們開始使用文字 使用文字很重要 中國他們說他們也五千年的歷史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早找到商鷹 什麼名文啊 一個金銘的名文 還是說龜甲文有沒有 我跟大家講 那個只是考古資料 你有聽過 龜甲文寫出一個詩出來嗎 沒有嗎 名文有寫出一段故事出來嗎 沒有嘛 能夠被記載歷史的 就從秦始皇開始 所以算一算最多也三千而已 他們號稱五千 他叫做號稱 青菜林鄉 人類的歷史大概就是 三四千這樣子而已 我說有文字的歷史 有文字的 來 還有希臘字母 希伯萊字母 希伯萊字母 同源喔 菲尼基字母是跟他同源喔 那你知道嗎 希臘字母到今天我們還在用耶 我們的手機的容量就是希臘字母 GIGABYTE 我們說幾G幾G嗎 那個就是GIGA 這個就是希臘字母 他們就是海盜啦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是海盜 因為你在地中海地區 這個時候 沒有國家 什麼叫做沒有國家 這個時候就是這一群人 這一族人 他們航海技術比較好 他們到處去跟人家做生意 做生意那個時候就以物易物 我補了魚換你的香蕉 那再拿你的香蕉去換你的芒果 那以物易物 可是到最後呢 如果產生衝突 今天那個天氣不好 你的香蕉收成比較差 我拿魚 一條魚本來可以換五根香蕉 你說你的收成不好 一條魚只能換一根香蕉 我會高興嗎 不高興嗎 可是我又很想吃你的香蕉 那我就動刀動槍了 所謂的 航海時代 就是這樣 我殺你的時候 你稱我為海盜 改天你變強盛了 你殺我的時候 我稱你為海盜 每一個海盜都為了自己的家庭 為了自己的種族 在延續生存 在那個時候 沒有所謂的 國權主義的國家 去保護這群人 就是部落型態 那個時候就是部落型態 再來我們講到希臘 希臘這一個族 這一個地區 這一群人 崛起 崛起 他們在思想上面 起了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一條路出現 就是什麼 他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有一些 宗教哲學劇場 詩歌科學工藝等 這些詩潮產生了 同時 也在黑暗時代 失落的文字 重新出現 就是在 古希臘的時候 有一些文字紀錄 他們也把它找回來 然後把它 裡面的智慧 知識 把它 承接過來 所以 你看 他們的希臘建築 的形式就是 多利克式 埃奧尼克 柯林斯式 這三種建築形式 是被譽為西方的建築裡面 最漂亮的元素 建築元素 所以 只要去西方 在歐洲 你受過這些建築 美學 藝術的 訓練之後 你大概都會使用這種元素 所以在建築上面 如果有用這種東西 那個廊道啊 都會特別的 有美感 有規律性 有那種 你可以看出 他這種 透視的這種 美感 在上面 那我們 阿公阿嬤的時代 到處都是這個 日本時代 在我們 這個土地上 建構了很多的 這種 建築物 這個是 1999年 我去 法國巴黎的時候 拍的一張照片 法國巴黎很有趣啦 你看 這麼建築物 都不會超過一定的高度 只有後面這一區 這一區 是比較現代的高樓大廈 那這一支是什麼 巴黎鐵塔 以他建築師 主要建築師的名字命名 稱為愛菲爾 愛菲爾鐵塔 這一支在當時蓋起來的時候 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概跟自由女神時間差不多啦 它的結構也跟自由女神一樣 因為自由女神那一根 結構是 法國巴黎鐵塔 這一批團隊 這給他弄的 因為那個時候 他正好在革命嘛 美國正好準備要獨立啊 所以他們大概覺得他們是 兄弟 所以就有這個東西 環爾賽公 變成博物館 展示法國皇室的一些東西 表示法國現在 已經沒有皇室了 不是沒有皇室啦 就是不再是用皇帝制 或是國王制的國家了 這個是聖母院 這個我也爬上去過 整棟用石頭蓋的沒有鋼筋 幾百年蓋起來的 那為什麼不會倒 大概兩百年蓋起來的 兩百年蓋一棟建築物你知道嗎 那個從阿祖開始一直蓋到 孫子的孫 像孫子的孫可能 大了 可能五代六代了 一棟教堂蓋那麼久 那要帝國才有辦法做 再來 石頭可以疊那麼高 那個工法跟技術 還有美感 他這個建築物本身 他就是建築物 他也是藝術品 所以你去法國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會想要花錢做飛機去 然後去觀光 去遊覽 去看他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存在的價值 除了歷史以外 他有很多的故事啊 有很多的奇蹟啊 甚至 裡面 你去看他裡面的建築物 拱形這種建築結構 為什麼不會倒 第一個 歐洲地震少啦 這個蓋在台灣可能 就不行了 不到第二樓就倒了 再來 他這個玫瑰窗 這種最多玫瑰窗 這種玫瑰窗的玻璃啊 幾百年前的玻璃 竟然不會 不會流下 你知道玻璃是硬的對不對 可是 長久時間來說 他玫瑰會往下流 你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他會流動 他這樣慢慢的拆下來 這個玫瑰 加了不同的 那種材料 讓他變得 不會流動 很厲害 每一個玫瑰窗 每一個玫瑰窗 都有他的故事 所以你去聽導遊講 他就講故事 你光這一棟齁 光這一棟齁 可能看一天看不完喔 如果你真的要完全仔細的了解他 更何況整個巴黎 那麼多建築物 這些都是在希臘時期 然後到羅馬時期 留下來的一些建築元素 你看這邊有那個老虎窗 這也是他的建築元素 巴黎這個城市啊 那時候去啊 吃他們的早餐 吃三天就膩了 因為都一樣 都是胖 吐司 鮮奶 柳橙汁 紅茶 冰開水 蜂蜜 奶油 草莓醬 巧克力 花生醬 還有歐姆蛋 每天都一樣 都是這樣 我三天我就 開始想家了 你知道嗎 我開始想念台灣的肉色本 我開始想念 那個 我開始想 對啊 我開始想說 那個蛋仔麵 那個 台灣的 你知道嗎 我第一個想家是想念家鄉的食物 因為去那邊三天就 瘋了 真的是 每天都吃那個同樣的東西 去那個中國餐廳 巧克力吃的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泰國米 那個叫 叫做什麼 中華料理 笑死人 好 那個不用講 我要講的是 它這裡的文化 不會表現在吃飲食上面 當然我們有去吃 什麼法國 什麼鐵 蝸牛 那個 焗烤蝸牛 可是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每一個小巷弄 搞不好一個轉角 就有一個博物館 可以參觀 然後再講那邊的故事 這是文化 他們每一個角落 然後 照片怎麼拍都漂亮 因為建築物漂亮 街景就漂亮 你人就開心 然後就漂亮 我們去台北市 怎麼拍就不開心 相機再好也不漂亮啊 他們這剩菜黑白蝸 你剩菜黑白蝸 就都漂亮 回來都漂亮 你看 我有去過 就都漂亮 所以你想人來台灣 我要看一下台灣傳統的建築物 請問你要去給他看什麼 好來看我們的101 現代的 我們來看我們的蔣中正紀念館 不是蔣中正紀念館 他的全民叫蔣介石紀念館 將開設memorial 蔣介石紀念館 那不是中國的嗎 台灣還有存什麼 有 石板屋 石板屋 原住民的石板屋 那真是我們台灣的啦 真正我們 我們原住民在山上用在地的石材蓋起來的那個 還有喔 所以 人家要來看我們什麼 就我們 我們 什麼 觀光局他搞什麼 喔 鋼山之岩啦 玻璃吊橋啦 琉璃橋啦 大家都有流量在 在蓋那種吊橋 人家來台灣要看什麼 看你們台灣的東西 結果你蓋的都是外國的東西 不是說外國的東西不好 就是說 我們才不會對我們本土的一些文化元素提出來 因為沒了嘛 你文化都已經被剷除了 都是中國的東西了啊 我們要看孔廟 中國式的 有沒有 對啊你的文化已經被消滅了 你的精神跟價值都是 外面殖民進來的嘛 你產生不了新的東西 現在稍微有啦 稍微有啦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 老街有一些藝術創作者 開始在進行這個文化重造的 或者是文化複裔的這個東西 開始慢慢有啦 來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是希臘哲學三節 希臘三節 那個時候 開啟了人類思想的這條路線出來 柏拉圖說 唯一好的知識是 唯一的好是知識 唯一的二是無知 教育的目的在於 讓每個人具備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的意願 就是說 讓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麼 這是教育的目的 但是台灣的教育目的 是讓你自己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這是台灣的教育 很特別齁 特別 就是完全相反啦 教育大學生出來說 欸 那你要找什麼工作 那個工廠一個月兩萬多太累了啦 太累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那個 手搖杯的飲料店 為什麼你要做那個 因為那個比較輕鬆啊 讀到大學 然後去說 欸 那個比較輕鬆 我不是怪大學生啊 我不是怪這個畢業生啊 是因為台灣的環境真的很糟糕了 我們培育出來的大學生 其實是大概等於高中生的程度 然後他要去上班 是 主管要求他的某一些技能 他也沒有辦法達到 因為他在就學期間 就沒有辦法認真學習達到了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認真學習 因為他需要助學貸款 助學貸款導致他 他要利用空堂時間 利用上學 上課的其他時間 他又要去打工 導致他 在一種惡性循環之下 他沒有真正的 好好的去做大學的 這個學習 還沒有學習大學 勉強讓你畢業 就像現在說的 18分也可以上大學 這種的數值 就不能稱為是大學 不能稱為 University 不能稱為University 來 雅里斯多德 他這個 阿里斯多德 他這個 人說 真正的朋友是一體同心 走你的路吧 不必比會別人怎麼說 走你的路吧 我們很少人 會不在乎別人怎麼說的 對不對 我們很少人不在乎 你今天怎麼穿這樣 我們的思維就變得很奇怪 我們不太容易接受人家的讚美 你今天看起來很漂亮喔 然後我們的反射的原語是什麼 我們反映出來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我昨天很難看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的思維系統裡面 是負面的 是負面表裂 我今天說 你今天很帥喔 有的人會反映說 你是說我昨天都很醜嗎 就是這樣 我們不太容易接受人家讚美 外國人也不一樣 他都稱讚你的時候 他會說Thank you 他會說德俠 他也會稱讚對方 他們就會彼此肌勵就會越來越好 我們的文化不是 我們的文化 人家跟你討論的時候 你覺得很開心很痛 不然還不敢生人 就說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兒子齁 你唱歌很厲害耶 沒有啦 你不敢行 沒有啦 明明你很爽 你就說 謝謝你的娥樂 謝謝你的娥樂 你說沒有啦 不是啦 不是這樣啦 我覺得我們的文化很奇怪 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改變 讓人要好的 要激勵 好的激勵好的 你會越來越好 你如果少少 不會進步啦 少少會退步而已 不會進步啦 來 羅馬 羅馬共和國 你會看到共和國 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國家 這是一個大帝國 這個文化大概1500年 這個文化喔 1500年指的是 我們說有什麼帝國 什麼查尼曼帝國 這些神聖羅馬帝國 不同 不同時期 我們會這樣看 其實 我們會說這個文化的延續性 文化的延續性 Emplor 羅馬皇帝 Emplor a sovereign ruler of great power 就是說 主權最大 最大的 那個 主權的管理者啦 管理者 最高的權力 他在管理一個帝國 擁有最高的權力 主權的人 就是 皇帝 Emplor Emplor 這種皇帝的名稱 到現在 唐天皇一個人在用 唐天皇在用 他就是天皇 他不是天王喔 他是天皇 皇帝 皇 皇就是他下面有很多王 很多kin 所以呢 川普說 習近平喜歡人家叫他王 皇帝 奇怪 他變成皇帝 他變成皇帝 他變皇帝 他的英文在這麼kin 不是這麼Emplor 所以呢 這個皇帝的意思就是 他下面有各個州神 都有小國王 這個齁 這個齁 你稍微要記一下 這個是四個概念 法律 政治 文化 宗教 這四個概念 這個四個概念 可以來解釋我們下面要講的 理解啦 這裡理解我們下面要講的這個 這個東西啦 當這四個概念衝突的時候 它會產生迫害 產生迫害 四個概念衝突的時候產生迫害 尼路皇帝呢 出生的時候公元37年 過世的時候68年 我會把這個時間列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 下面講的概念 稍微會有一點混淆 所以要把它記錄下來 37年68年 就是說他已經 他大概31歲就過世了 31歲過世 Nero 這個就是他的名字 尼路 Nero 這個燒路軟體呢 有一個羅馬競技場燒掉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很會燒東西 這個皇帝很會燒東西 所以 後來的時代 我們用燒路軟體 不然那個 就用他的名字當作 那個 產品的名字 很有趣啊 這也是我來之後才知道 有這個 這個關聯性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燒到這一間羅馬競技場 他有燒羅馬競技場 他沒有燒到羅馬競技場 那當時呢 只要你是犯罪的人 或者是你是違反法律的人 他就會抓起來 然後綁在這個木頭上面 把它燒掉這樣子 或者是那時候的死刑就是 四馬分屍這樣子 中國比較殘忍 他多一馬 拉頭 拉頭 拉頭啦 他多一馬 所以中國是比較殘忍的 應該五馬分屍 我們現在是 西方四馬分屍 這個還老一個頭給你這樣 來 西元70年才開工 所以他68年過世 他是燒不到這一間的 所以不要被這個 不要被這個Icon誤導說 尼路皇帝有燒到這一間 我是稍微把大家的那種觀念 稍微釐清一下 來 這個就是羅馬競技場裡面 我那時候去 義大利的時候也去看羅馬競技場 他就真的是長這樣 現在就是真的是長這樣 沒有用 沒有用 就是有觀光啦 就是進去看一下而已 進去看一下而已 他不會 不會讓你在那邊做活動 注意看 為什麼會提到這一段 這一段呢 就是說 在羅馬時代 他到處去征服的所有的領土 他征服的就是 猶太人的這個國家 他們以前叫做以色列 他們這個國家以前叫以色列 他征服了這個國家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就設行省 也設總督 所以呢 猶太這一塊地呢 的人民啊 就是他們的 被殖 他們殖民這一塊地 羅馬殖民這一塊地 那這一塊地設總督 有總督的就是殖民地喔 所以我們以前有一個 台灣總督府 有沒有 我們以前是殖民地 在那個時候啦 那 總督是殖民地 而且他又把這裡的猶太人 調到其他的歐洲各地去喔 做一些種族的那種轉變 又把其他的地區的種族 移到這邊來 所以 我發覺 美國是可以把中國人帶來的 中國人帶來我們這邊的啦 他要做種族的那種 血統的混亂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啦 然後 你看這一群人 跪在地上做什麼 這群人就是當時的基督徒啦 基督徒是什麼 就是信耶穌的人 信耶穌的人喔 然後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邊 因為啊 這個羅馬時代呢 羅馬皇帝呢 有一個 法律 規定 人民要像他的像 羅馬皇帝的像 他照那個 羅馬皇帝像嘛 在那個大馬路口啊 在重要的會議場所的門口啊 羅馬帝國的人民 公民看到像要行三幾公里 要 拜啦 要拜這個像 那個就是 所謂的羅馬皇帝崇拜的這個 的那個 法律 問題來了 信基督教的人 信耶穌的人 他是不能像那種 人科的像拜嘛 就衝突了嘛 所以剛剛不是有 法律 政治文化宗教 有沒有 那四個象限 當政治透過法律 要求人民 要遵守法律 那這一群人剛好 不好意思 我只拜上帝 我不拜這個凱撒的像 凱撒就是皇帝啦 皇帝就是凱撒 我不拜這個皇帝的像 所以他就乾犯了法律 所以宗教跟法律產生衝突 所以衝突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被抓起來 猝死刑 因為你不拜 就表示不效忠皇帝啦 那時候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 這群人就是 我拜耶穌啊 拜耶穌是什麼 基督徒就兩件事情 我信耶穌就得永生了 所以我不怕死了 我不怕死了 所以他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講 你要信耶穌嗎 你信耶穌你就得永生了 你就不用怕死了 第二個 我信耶穌 得永生了 然後 我沒隨死耶 最幸福的就是 信耶穌洗禮完之後 得永生了 在那個剎那 從中風死去 這樣最好 馬上上天堂 因為他思想裡面 是純淨的 不會再犯罪了 你最好 但是呢 你信耶穌之後 你還活在世上啊 那你要努力 努力什麼 努力讓世界變好 努力改變你跟人的關係 努力改變你跟社會 你跟國家 你跟土地 跟自然的關係 這是聖經裡面寫的嘛 努力改變關係 你就會企圖有動機去改變 把不好的變成好的 所以 在這個思維裡面 希臘追求的是真理喔 智慧的真理嘛 羅馬帝國他追求的是倫理 人跟人的關係 基督教他追求的是 人跟人 人跟自然 人跟上帝的關係 所以羅馬帝國就融合了這三種價值 三種型態的價值 創造了他這個一千五百年的盛世 這個重點在哪裡 你注意看喔 他為什麼放一隻蟲子出來 因為他就是非暴力的啊 他沒有要跟羅馬帝國抵抗啊 他沒有說要顛覆羅馬帝國啊 他是從思想上顛覆啦 羅馬帝國其實是很殘忍的 後來基督教國教化之後 變得稍微不殘忍啦 但是也是很殘忍啦 是稍微不殘忍啦 因為這個羅馬經濟場喔 殺人的 他是用來殺人的嘛 那後來我看到一個故事是說 我們要停止這種人類殺害人類的這種刑法 就有一個神物出來 如果你們不能停止這件事情 那你先把我殺了 後來這個事情有一些改變 有一些改變 所以這個就不再變形場 那你注意看以前變形場是什麼 耶穌是不是定十字架十的 他是白天上頭 把他殺掉 你看看這個出煙喔 黑黑這是煙喔 他身上靈油 把他殺掉 為什麼要這樣 他在這裡把 刑法 把受刑的這件事情 當做一種娛樂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看那些人 殺掉在那裡掙扎 在那裡急急走 我很有刺激感 他在看那個格鬥士殺台 罪犯死刑犯 你跟格鬥士打 打贏了你就自由生 你就挖下去 打輸了你剛好是被處死 處死這樣而已 所以他在這裡表演這個 他們現場的人看 為什麼要看這個 看這個都是將軍 都是武士啊 因為你想他在那裡 吼 穿不穿出來 都看慣了嘛 所以他們 要騎出去去外國 台那些人 他怎麼會把他當作人 不會啊 所以很勇的啊 他們出去 爭戰 那個沙場 他們的突破 重圍 去征服所有的 所謂的蠻族 他們感覺他們蠻族 其實他們也是台人嘛 蠻族 他這種 台人 就都沒感覺了 因為平衡是有在訓練 所以一直到 那個時候就開始迫害嘛 你信基督教 會死喔 你要死嗎 會死神喔 會把你生死喔 會把你生死喔 會把你抓去刺蟲子喔 你要死嗎 你姊子有死 你要死嗎 這樣我不行了 會死 會死 結果 姊姊姊姊姊 會死啊 會死啊 結果他又說 我要死 我要死 結果真的死死了 又奇怪 會死你太要死 你的死命也沒去 你太要死 他發覺說 喔 原來這後面的價值 不在於這個世界上 他覺得 他能夠 貢獻出他的生命 為了這個國家 為了這個土地 為了這裡的百姓 他的生命是有價值的 不在乎生或死 喔 所以 越來越多人 但是越來越多人 逼迫的越來越大 喔 台北是他們 不然用燙的 不然幫我生死 那些保守 越來越多就好 一直拼拼拼拼 到313年的時候 欸 啊 台三百幾年了 這個火給我們吃不花 不然我們變成國教好了 所以 開始 開放了 不然都信了 他也不怎麼樣 他也不說要自己 唱你的風帝 也不 就一個信仰這樣而已 你要知道 在 基督教國教化之前 喔 世界的紀元年 不是用公元幾年幾年喔 他是用那個 希臘 因為 羅馬帝國是承接希臘的 那些宗教信仰 所以他是用奧林匹亞 奧林匹亞紀元年喔 不一樣啊 這個 基督教變國教之後 慢慢的 不然我們用 耶穌降生的那一年 當作公元一年 這樣 變國教喔 耶穌出生的時候 大概西元元年前四年左右 那33年 33歲之後 他就 那個上天堂了嘛 然後升天了嘛 那之後 基督教就 一直被破壞 破壞了300多年 請問 基督教最高元首是誰 是誰 知道嗎 基督教最高元首 就是耶穌啦 他就是最高元首嘛 他就是最高元首嘛 但是耶穌升天了呢 總是要有一個代表人物嘛 他做教宗啦 就是教宗啦 你們注意來看一下 481年的時候 北方 Frankish 法蘭克人 Frankish Territory 481年就是這塊嘛 深綠色這塊 Conquest 就是征服 到處征服 到處征服 不同的時間點征服 他的版圖擴張了 征服 所以 征服這個字眼呢 他是在戰身法裡面使用的喔 北方 那時候 你要知道這裡 這是羅馬 下面這裡是羅馬 北方對他們來說是蠻族 蠻族入侵之後 又被他整合起來 所以羅馬帝國又變大 又變大 到了八世紀 313年的時候 基督教國教化 到了八世紀 他還經過五百年了 經過五百年 你注意看這段的描述 查理曼在羅馬 禮拜的時候 被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皇帝 請問教皇比較大 還是皇帝比較大 教皇變大了呢 本來皇帝是透過政治的手段 不算透過法律去壓迫基督教的呢 可是當他變成國教之後 反過來 宗教臨駕的政治呢 所以政治力影響 被那個宗教的力量影響 請問大家 有人說 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 你覺得這句話真的嗎 宗教就是政治 宗教就是政治啦 政治也是宗教啦 對不對 政治也是宗教啊 對啦 所以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現在還有人在喊阿扁特色呢 阿扁 那兩個子彈下去的時候 在台南 一大堆人聚集在那邊哭呢 流眼淚呢 因為他的神受傷了 我不知道你台南有影響嗎 有啊 我看電視嘛 那時候我也跟著感動耶 我感動耶 哇 我們的救世主 他也可以用拼情 用拼情 來這裡才知道 一切都是漁望 都在做魚 都在做魚啊 對啊 你也知道喔 蔣介石過新年的時候 蔣經國過新年的時候 也是一個人靠耶 那跟他無關的人也是靠耶 那些金陣安寧老遠 那些金陣安寧老遠 金日震喔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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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陣日 喔這就是老遠 過新年的時候 韓國人在那裡哭呢 齁 啊結果的人說 啊那我們在他趕勾 啊那是共產國家 你說他們愛行的 死哪 欸 少年了也是都這樣 你沒有喔 我是很開心啦 你比較清晰 你比較清晰啦 所以 西羅馬帝國防衛已轉至法蘭克形式伏斃 皇帝過去是科項叫人家拜 所以現在叫人說草頭皇帝 今天叫草頭 不是草頭啦 是草頭 講的草頭 草頭皇帝 他也欺騙耶 他也叫人家行三十公里耶 你有給他一公里嗎 有嗎 你給他三十公里有嗎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耶 聽到國歌 你要立正正好 無論你在哪裡 你聽到你要立正正好 你沒有立正正好 你就是對國家不忠 看到蔣公松松山的那個雕像 你要行三十公里 我真的乖乖乖 跑去學校的時候 我去學校的時候 右邊是孫中山 左邊是蔣中山 我去幫他行三十公里 把他們這個通向走 後來才知道 龍呆 漁民教育 來 1618年 神聖羅馬帝國有三百九十個公國 侯國 貴族領地 注意看宗教貴族領地喔 就是說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神父啦 修士啊 都有自己的帝 我三鄉人沒有耶 你覺得這會犯嗎 你要知道 他的領地就是 宗教貴族 比如說有一個主教啦 這帝是主教的領地 他主教就是那領地的王啦 最大主權者啦 有一個侯爵 他就是 有那領地 他就是最大主權者啦 你試過想 幕府時代 幕府時代 不是有什麼 長洲藩 有什麼薩摩藩 那些藩的藩族 就是 律師多啦 我這堆地的 人民要過你那堆地 不可以亂走呢 是你要叫我 射牌 讓你捐過 讓你通過 所以不可以亂走的耶 所以那個牌 就律師 現在的 復造啦 還是說 旅行文件 你如果 亂走 你出去就是那種台詞 你就去用台詞 隨時都可以幫你台 你如果沒有亂走 你拿我的牌去用台詞 我會跟他們損 這樣啦 以前是這樣啦 來 這個要說 我們現在說的 天后 天后的主權 會去的概念 就對這裡開始了 因為宗教戰爭 是新教 新教就是基督教嘛 對天主教 叫 皇帝的 天主教皇帝 天主教產生皇帝啊 敵士 引發了30年戰爭 怕30年 因為 威斯特法利亞合約 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 享有自主權 就是說 這個 30年戰爭之後 各地的諸侯 這裡有沒有 宗教貴族領地 侯國 公國啊 歧視啊 他們就開始有自主權 就是說 這堆堆是 那個 侯爵 那個 將軍 那個 宗教領袖 就是主教 還是說 大主教 紅衣主教也好 他有那堆堆 他就是擁有那個主權 那時候的人呢 他就 決定 不然我沒有看要搶天主教還是要基督教 所以 黃權被削弱 帝國境內的諸侯各自為政 他們的領地有如一個獨立的王國 這個時候 那個領地的所有一切 就是這個 侯爵諸侯 還是宗教貴族的財產 這個時候就是那個主權 Saventity的概念出來 所有那堆堆的東西都是那堆堆的主人 這樣 主權就是由這裡來的 所以我們說 台灣朋友是天皇的 那個概念 最早我可以用到這裡 這一堆 石水 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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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侯爵 這樣 好 說 到了1789年 法國大統領爆發 公平、自由、博愛、思潮、擴散 就是他們 覺得沒有公平、沒有自由、沒有博愛 所以他們在追求這個東西 連這個歷史的記載 台灣民政府在追求什麼 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為這個時間點 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所以我們就是在追求這個東西 以前 因為 長期1500年的文化穩定性 加上 天主教教會 他跟政治 幾乎是並行的 中 聖教合一 所以呢 他算是修道院裡面 幫助 他們的修道人 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 撰解 書籍 可以做思考 所以很多知識都會在裡面 產生 傳承 所以你注意看 歷史上的帝國 他都會蓋圖書館 為什麼 因為古代知識保存不易 不像我們現在 你 你要做什麼 搜尋一下就有了 沒有耶 以前沒有耶 以前你都要去找圖書館 都要翻 有沒有 過去的食譜都要去圖書館看 看人家怎麼做 他會不會剩你也不知道 現在點的就有了 還有幾十種喔 對不對 你要知道 知識在電腦時代 電腦網路時代之後的大爆炸 大爆炸 什麼叫大爆炸 以前你看看 要找找 要去買什麼 歹科全書 大英歹科全書 現在 上面百科全書 我一支手機 都看得到 對不對 以前 我人都在說 我們今天一天 所燒收的資訊的量 是過去阿公一年的量 阿公一年的量 阿公一年的量 大爆炸到那個程度 對啊 你以前有想過 買東西要去包公司 要去吃雞 現在不是你 一句日本書 你就可以買東西了 對啊 應該是這樣 來 因為 政教合一的關係 中世紀哲學 他的思想 思潮 就很蓬勃發展 奧古斯丁主張自然法 他說自然法 永恆 法則被奧古斯丁稱為自然法 自然法就是自然的秩序 來自於上帝 無限智慧 內在於上帝的一切造物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非而言愛 就是說 我們的世界的周圍 的這些自然裡面 好像有一種規律 有一種法則在裡面 你看 你看那個 我們跟小孩會出頭 九個子 九個子也都會出頭 他們的小嘎出頭 你要知道 那個小嘎出頭 不是真的小嘎 他那是假 小嘎 那種 是在訓練他們 補 裂物 的那種 那種機制在裡面 本能 你小時候 這樣子訓練 有沒有 你看那個 Discovery 或是國家地理頻道 有沒有 你看他拍野生的獅子 獵豹 有沒有 他們的小孩也都會這樣 這樣打 那就是在訓練 他們未來 補獵物的那種 能力 那自然法則 你就不要看過 爪這樣打 沒有 會喔 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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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 擦擦擦擦 擦擦 擦擦擦 也會這樣 會這樣 這樣就是有共通的法則嗎 對 共通的法則 自然法則 這個很好 啊他在說 內在於上帝的一切造 這個蘇生是什麼 就是說 整個宇宙都是一個 最高的 所謂的自然的 創造者啦 我們宇宙都是被創造的 是被造物啦 這是 宇宙 有一個所謂的 終極的 最原始的 那個稱為上帝 他創造的一切 有他的智慧在裡面 所以 水 一百度 變水蒸氣 液態變氣態 涼度的時候 變液態變固態 但是 涼度的時候 密度跟四度的時候 密度 四度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大 所以他噴在裡面 所以魚沒有冰水 他裡面可以油 欸 這有智慧嗎 自然 最高 最高的自然法則 他有婚姻 蛤 蛤 喔 現在通常營養也是一樣 一樣 人也是一樣 對阿 你這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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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你這就比較熟 對阿 那個 那就是 這個 那個 那 那個 那個 那 那個 那 營養法則 他們這裡說的是 像元素他不再分了 雖然你可以分出來 但是他不再分了 他說這種法則 很有趣 普遍存在於 動物植物 普遍存在喔 一直到中世紀 還有一個叫做 阿葵仔 他說 自然法則可以應用到 法理論 自然法理論的倡導者 他說這個對後 後世的法學跟憲政影響 有很影響的聲援 這個人他專門在說 他在說什麼叫自然法 他在問什麼 有什麼是自然的法令 有什麼德性的行為 人的德性喔 是不是屬於自然法 自然法算不算 德性算不算自然法 你會去 憲憫心 那不是自然法 是自然法喔 對 誰捕捉羊的時候 他有憲憫心 還是出於本人 食指捕捉羊 要吃的那一剎那 他會不會祷告 感謝上帝 本人的自然法 所以人的憲憫心 算不算自然法 人的暴力 算不算自然法 還是說防衛能力 他在討論這個 他在問說 人是不是有共同普遍的自然法 有沒有共同的 有沒有說化月時空 不同種族 每一個種族 其實都有一個基本的自然法則 那再來 自然法能不能被改變 如果可以被改變 還叫自然法嗎 如果不能被改變 他為什麼不能被改變 如果你剛剛對著你美好 然後沒有要透過教育智慧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自然法在人的心靈中 會不會有消失的時候 會不會你遇到 某種情形就消失了 譬如說 我們不能傷害人 這不是一種自然法 但是 有一些 教育過程 他必須會受到傷害 那可不可以傷害 我們不能傷害人 可是 如果你牙齒痛 我要把你打牙 不然會咬起 你受傷 我要把你的子彈拿出來 我要割開 那算不算是傷害人 人在討論這個 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要跟我們討論 我現在是在說 人在思想當中 他們有很多的 左派右派 正反的辯論 然後讓你有不同的思維 在當中 你會對這些事情 了解得更透徹 這就是 What am I 非 am I 的意思 我們對這種 比較好 了解 一人 之前沒有一個小孩 走去捷運 台北 沒有去用台式 頭切回去 那幾天喝呢 結果呢 就有face 連民說 這不能死刑 有人說要死刑 你覺得要死刑嗎 我覺得 我覺得 金融人 已經沒有 在社會 存在 會價值來 價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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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夠 說不可以殺 但是 五中 千年千年 可以殺 說他的 台式出的 人 對 他在face聯盟的 不是這樣 他說每一個都不可以殺 就算他反天 天頭代作用 也不可以殺 有的人是這樣說 我現在不是說 理解到不行 我現在說 在我們的討論裡面 裡面有很多種的 思想 不同的觀念在這裡 現在 骨切的人 他不用去判斷 他沒有這種多元性的 你說 一定要死 阿萬一也抓到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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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自然法 在統治者和主權人民之上 還有更高的法律 他說 在統治者和主權人民之上 就是說 國王上面還有一個更高的法則 是自然法 在管理國王 不然國王最大 對不對 一個遊戲裡面最大的是什麼 遊戲管理者 無敵 有人生遊戲都要用外掛破解 說他用最強的 他無敵 他無敵 他無敵不行 有一個更高的管理者 叫做自然法 他在說這個 所以後來 語文不行是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石 也是文明的根源 根植於西方思想 表現於大憲章 獨立宣言 全力法案 美國憲法 都有自然法的概念 所以 我們對這部分 如果沒有了解 我們就想說 民進府的法例都忘了說 抱歉 有緊急的 我一開始就有說 你獲得到東西 你有一個來源 我們的法例是什麼 我們的法例就是 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還有這些 究極和平條約 什麼 公報 等等這些 這都是跟我們有關係的法 我們有這個法 靠有立足點 靠有那個 沒有不久 沒有不久 來 約翰洛哥 他說 江自然法濃入了他的理論 他在說什麼 Tool treaties of government 他在說 政府 政府應該要有什麼 我們來的政府應該要有什麼 他才有什麼 他才有什麼 怎麼開始 政府有什麼樣的管理 他的管理是不是要收到 約束 要收到什麼樣的開戶約束 什麼樣的政府要把他支持 什麼樣的政府要把他顛覆 要把他割除掉 什麼政府可以改變 他在說這個 我們不是的 什麼政府 我們都要接收 要叫做老債 什麼政府 政府永遠都對 政府做的永遠都對 這就是中國那邊的人的訴訟 有沒有 所以他們的北京不是低端人口的掃除有沒有 因為有的人是覺得 欸 這樣很好啊 沒有掃到你當然也很好 中國政府做的政府都做過而已 美國政府是在做人 對 對 對 美國政府都做人 美國去做中國 他也輸 因為中國都贏 你 你抄襲 你 中國抄襲美國的 去美國那些政府跟他 抄襲 他說不是 我們這是創新 你這是創新 對 意大利 不是 這個 文藝復興 大概14世紀到17世紀 開始整個歐洲 在所有的知識 所有知識 我現在跟你說 所有知識 建築的知識 數學的知識 哲學思想知識 宗教美學 等等的知識 都有重大的革新 因為他引用了古時候的那些文獻 他對古典文獻的重新學習 開始產生文化 藝術美學 畫畫等等 社會政治都有不同的成就 你看 文藝復興 他在尋找人類 人體的自然 自然法則 人理的 數學的一些定律 這種 人體結構 他就這樣揹出來 這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是說 沒穿衣 沒穿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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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 在道德價值 那種的 認知 人家是在說 他這支手 人家站著 用土材做中心 他手穿起來的時候 可以餵一個圓 人家是不是 在人體的比例裡面 有一個自然法則在這裡 所以人家在研究 人家在研究這個 什麼平方根 什麼 他在從數學 跟人體當中 做一個連結 找出一個 自然法則 動物是不是也有 所以人家就說 阿麻菌有七十 骨頭 頸椎有七十 場景路有幾十 也是七十 你也想說 它比較長 比較多十 沒有 越多十的越後 會軟掉 他也是七十 他比較大十 九十幾十 十八十幾十 七十 都七十 所以這自然的法則在裡面 那個力學 你如果看那個 人家在調車有沒有 有一種遊戲 就專門在玩 你如果黑白鱈 調車的比例不對 他調不起來 那力學在裡面 我們人家想說 喔 鐵子黏黏的 你就要把他拉起來 不可能 因為力學 人家在說 大自然的規律就是 一三五七九 不然就是三六九 人啊 人的數字就是 二四六 都是對稱的 比較多 人最多三 這樣而已 第二大發現 那個時候 古早 古早 歐洲的人說 全世界 只有歐洲有人 所以歐洲比較是世界 其他外面都沒有人 但是後來 去找的時候 說 這裡有人黑黑耶 很像狗 還說話會通 會假的 拿回來做樓梨 黑樓就是這樣來的 那人拿來做樓梨 好假 他叫他做什麼 你聽不懂 但是他要做 這樣就好了 像騎牛爸這樣就好了 那 黑樓 越拖越多 到現在的歐洲 白人比較少 黑人比較多 這種 膚色人種 造成的種族的歧視 到美國 大英帝國的殖民時 也都帶來美國這裡 也有一些黑樓 再來 獨立運動之後 獨立運動是什麼人 獨立運動 白人獨立運動 他也是這樣 黑樓 美國的黑樓 到一天 解放 反北戰爭 沒有黑樓了 沒有黑樓了 請問 三口三洗 白人不會洗 不然還買新的路線來 他就買 從阿州買來 阿州買來 所以 阿州 有那個 侏羅灣有沒有 阿州人那時候 就去移民嘛 移工嘛 去補黑樓的 那個創 補起來 所以 他們到阿州的人 不會到 這些大英 這些殖民地 這個大英帝國 還是 其他阿州的殖民地 他就 阿州人 什麼叫做 四海都有中國人 就是 台青、四代的 都買出去 買出去之後呢 就是 這堂叫做 就 所以早就沒有汗人了 他們都自稱唐人 倩 cen cen 這就是尤其文化 我一次我去美國啦 我驚過倩 cen cen 咦 啊怎麼很像台灣感覺 因為政府 那種China人 Chinaism,我們已經用中國話了 土特家 你看他的鑽子都有十字架 他們出去,鑽子出去的時候 用 以上帝之名出去 征戰的,鑽子上面也有武器 除了上面,也有神父 出去,你如果遇到那個不一樣的民族 習慣不一樣,開始產生衝突 你除了上面的人會死去嘛 你也是要神父做那個告別式 祈禮,神父要禱告,你才會好 這種東西都白智慧喔 我們一直到1626年的時候,西班牙來啦 西班牙來,那個時候 在這裡 西班牙,這怎麼是西班牙的古早的地圖 原來這裡有地圖 西班牙裡面有一個 聖地域這個名 地名啦,聖地域 聖地域世界都有,你看 這邊都是 西班牙有起過那邊嘛 美國也有嘛 澳洲啦,巴拿拔,多明尼這裡都有嘛 這都有西班牙 有這個聖地域國 聖地域國的軍 聖地域國的名稱 你知道嗎,台灣這裡也是叫做聖地域國 三雕角 聖地域國 三雕角的台語叫做三雕角 這也是聖地域國 就是聖地域國有來 聖地域國有來 我們想說,三雕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翻作漢義都看得沒有啦 你把它翻作這個 那個羅馬拼音 三雕角,你就看得有了 這個文献 這個文献我就找到了 台語 這都是台語羅馬字喔 這不是英文喔 這是我們以前150年前 那個外國宣教室來我們家 你要知道,人不是殖民喔 人家是殖民,我們現在都說英語了 人家來的時候就看你說什麼話 他把這套系統幫你教 你說什麼話你就用什麼 疑給寫下來 就把你的話都記錄下來 我聽完大家聽他才有什麼 在萬里拉 就是萬里拉 在萬里拉西班牙的政府 聽盡荷蘭來占台灣 荷蘭來占台灣南部 就有價益計劃啦 價益 這是古早的 價益喔 要來占台灣 這個荷蘭就是西緣啦 因為基督教都說祖後嘛 祖後祖權 祖耶穌出生之後 祖耶穌出生以前啦 荷蘭一六二六年 西班牙的 萬政隊 遠征隊喔 西班牙的萬政隊 到台灣的東海花 哪七龍哪九百 為什麼要哪七龍哪九百 因為他沒有航海圖啦 所以如果經過沒有空氣 他要哪七龍哪九 就開始畫地圖 所以這段 紀錠證明什麼 為什麼 法國人他畫那張圖 還是說 台青的那張 第一所謂的環圍 像是洗海盤而已 沒有我們這邊的東部 為什麼有那個 台灣好像左半邊的地圖 就是那個時候 沒有畫出來嘛 那洗蠻外人來就畫出來了嘛 哪一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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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一日九両北部海花的San Diego 括號後來叫做三雕角 又怕你看到沒有 打三二和三雕角 有趣味嗎 這是我們的歷史 現在幾個年輕人怎麼看這個 沒有惡就不會好 你長輩來都沒有惡惡 惡後就沒有了 你知道這個羅馬系統 你要用什麼話都騙出來 客話 原住民所有的話都騙出來 百五年前人家把這個東西帶來到這裡 中華民國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把1912年創作一個 這個祝贏符號幫我們加 加什麼 乖 來 台日本的帝國 為什麼在這裡錄一個電影 去燈塔 你還看這個 什麼 民國紀念 這都是台日本帝國去的 這樣 第一六 數幾年 荷蘭人 到基隆 不是基隆 人是到基隆 打西班牙 涼鼻 抗贏他 涼鼻 馬上的意思 涼鼻來 馬上的意思 什麼叫涼鼻抗贏他 馬上就贏他了 什麼叫涼鼻 古早的 快馬涼鼻 快馬涼鼻 一直順 一直順 馬上就走得很快 就走得很快 他們中文叫做馬上來 因為我做在馬上 馬上來的意思就很快 因為走路很慢 以前最快的就是馬上 馬上來 這有什麼 天主狗的 色列 也到這裡 天主狗的色列 就是他在說 他現在 這個荷蘭人 打西班牙 西班牙是天主狗的 我們剛才說的 西班牙在那個 法特利亞合約 那個後面 他選擇了天主教 荷蘭這個是選擇了基督教 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勢力 在航海時代 又彼此的打來打去的 這裡 叫我下 來看這裡 荷蘭的選擇書 就是荷蘭的宣教士 就是荷蘭的宣教士 1661年荷蘭的選擇書 有發行一本文答 一本基督的書 就是荷蘭的宣教 這本本地文的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段 就是用在地文翻譯神經 那時候我們在地的威什麼威 就是平寶祖的威啦 就是西拉雅族的威啦 都西拉雅族的威嘛 西拉雅族的威現在在恢復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齁 因為我們來的也是教復古的威 對 他也沒有改變你的語言 他也沒有說你就要學荷蘭語 叫中華民國來 他教我們什麼 中文 他說你都不能講你的母語 所以你要學中文 所以他們外國的人來 他們就把老了我們的話 你怎麼有去叫 柯蘭跟別人說 修法的王家就 你叫明明明三位 叫明明喔 我都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他就用那個親自講話 你怎麼聽他說 這對馬喔 這算了 我知道的是齁 我都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我知道的是齁 在地的邊部很有反應 就是兩邊有的反應 為什麼邊部很喜歡 因為他所有的人來 他的話都很容易教他 所以你注意看我們台灣人的生 日本人來 我們就要跟他說 阿里加多 有沒有 你說到時候我們自己會賺啊 我們就跟他說到時候阿里加多 如果英國人來 美國人來 你會跟他說Thank you 有沒有 你自己會自然賺啊 對 你要生存 對 很奇怪喔 所以人家說台灣人 很和善啊 所以外國人來都覺得 欸 這個不錯嘛 還沒錢錢 有沒有 他都幫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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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類 動物 認識 開始轉變 說我開始使用著自然的蠻 手 所以用蠻蠻蠻 開始發明電 用電蠻蠻 有那個 政機 有那個 文物開始使用 就開始産情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就要一直走好快 進步好快 有沒有 以前我們都用這種 不過我們沒有這種 因為我們的文化裡面沒有藝術美術的訓練 所以我們的車就是這樣而已 實用為主啦 我們的鏈子不會用到金色色 空金的還有雕刻還有一些美術館 不會 因為我們的鏈子如果空金的 假裝工就沒有了 假裝工就沒有了 他就用去買他 你注意看喔 這個有力學的喔 這不是黑白這樣大大的 有力學 水車它是靠水的動力 有做一些事情 再來 開始發明汽車 一開始的汽車其實跟買車很像 有沒有 他都在概念的一直運用啦 那美學的東西也會運用 在最新的科技上面 所以科技喔 會有美學的那個影子在裡面 到136年 Henry Henry Wilton 這個人喔 這個應該叫做國際法 基礎國際法啦 Elementary Elementors 國際法的要素啦 國際法的元素啦 原理啦 這個時候開始在寫這個 1836年 我們的祖先在做什麼 我們的祖先 也是在殺山豬啦 台山豬啦 我們的祖先在打蠟 我們可能在打鹿仔皮去賣 對不對 以前我們不是說台灣的 梅花錄很多 阿滷仔皮 喔 滷仔皮 滷仔皮 在賣 因為我們這裡的自然資源很多 阿滷仔 日本有跟我們在你 阿滷仔 那個梅花錄就全種了 因為跟我們保留一些種種 在那個 日本那裡 喔 萬國共華在說什麼 幫國自治自主之權阿 在說什麼 論自訂法律之權阿 諸國平行之權阿 在說什麼 商業立約之權阿 交戰條粿阿 什麼叫交戰條粿 交戰條粿就是說 國家國家 國家中間的那個 衝突 要怎麼開始 要怎麼結束 要怎麼簽合約 合約 要怎麼簽合約 要怎麼簽 人家就在說這個 齁 1836年人家就在考慮到 未來的國家一定會參選 很多這種 建政的 建立要怎麼辦 阿所以 我們說的國政法的源頭在這裡 從這裡來 我們在這裡說這個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齁 這就是他的來源阿 什麼叫美國時間 美國時間就是 當他們的國家的 船林已經把他們的這個 屬性 住在那裡很頭前 經過很多的結論 經過很多的改變 你看 一百五三年的歐淳來的時候 日本又開始改變 明治天后 他花了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時間 把整個日本 對 步落時代的 變成現代化的 那個國家 齁 齁 這都是傳告書 他都離開他們的 未分車的秦朗 經過一百四十天 把我們這裡 跟我們 醫療 跟我們 別人 把我們的歐 保留下來 你說他殖民嗎 他怎麼有殖民 他殖民 現在的歐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啦 他來 一方面醫病 一方面醫盲 這個盲 是什麼盲 就是盲 文盲 一方面醫病 一方面醫盲 他很厲害喔 剛才那個馬雅各宣教師 他募款 買這台印刷機 讓我們用 因為大家都有家 都可以賣錢 所以要印刷 讓大家知識增長 讓大家知道 現在世界是什麼 因為他擔任 做記者的角色 結果呢 賣錢 後來這個 巴克里面的台南 你就知道一個 巴克勒 這個牧師 他全天 都回去英國 學怎麼贏 來幫我們教 再多錢 他回去學 又學來幫我們教 他讓我們的 教育水平變管 這是日本時代之前 所謂的西方文明 都是重視 男女平權 男女都可以受教育 你這個時候 就男女都可以受教育 所以 日本時代 接上來的時候 沒有問題 日本時代 也是男女都可以受教育 只有男生可以受教育 只有中國那邊有而已 中國那邊 他覺得 女子無財 便是得了 對啊 所以不用擔心 不過這件事 那個空有的 有沒有 中國那個空有的 他們去外國說 欸 不行耶 女子不行無財耶 結果 他去外國 學習後回來 大聲就倒了 像那女子 女子不行無財 因為 小孩子成長的過程 跟媽媽的時間 最長 最長接觸 如果媽媽笨 那小孩子就會跟著笨 所以媽媽要學 要有教育 他就 小孩子 他的政 比較強 強兵強種 比較強 來 這個要講一下 一百六千年 美國的上巡來到我們這裡 我們在地 感覺他在侵略我們的領地 所以呢 我們就 把他出草了 第一次 台美戰爭 在這裡 結果呢 有沒有 你看這塊有沒有 這塊就是 1735年 1735年 這個法國的地道 法國餘下沒有 這邊的地道 後來西班牙來 西班牙 他到頭前來 16多 他就 哪九百 哪千糧 所以後面比較多 沒有 都算啦 朋友喔 朋友 應該是 你說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應該是 那個台青的 什麼名字 對阿 偏偶 台青在這裡有設那個 偏偶 偏偶 書喔 什麼書 一個單位 有 台雕牙 這次定力嘛 英國 商人 碧麒麟 把他帶來這裡定力 結果 我們在地的跟他抬 美軍撤退阿 美軍政府 強逸的說 欸 你們台青 你怎麼出民啊 你不能這樣啊 結果他們就出民 他們就出來 結果呢 他們就 在地的總兵 留民燈 帥五百元 不好意思 這五百元 在地的 你忘記是中國的 派兵五百元 沒有 他們都集在地 這在地的就是 我們這裡的 爲不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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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隔山祝的 營台 這就是賽德克巴萊的 那種背景 大概就是這樣 在地的 才有戰鬥力 跟在地的拚 外來的都只有 一點點而已 他可能是首領的 長官而已 所以這是第一次 台美戰爭 你的歷史比你像這個嗎 不會嘛 就不想要讓你知道你的歷史 好 我們再來看 過去有這種 飛行器喔 氣球 現在是變光光了 過去這是飛行器 美國像 有這個自由女神 你注意看她的腳 這裏是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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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她掙脫了 大英帝國的 那個殖民了 所以她就掙脫了 就自由女神 那七個那個 那個頭罐喔 就是 那個 七大洋 七大洋 這是 他們那個 他們美國的 這種 宣言 獨立宣言 1832年 電報機 一支一支 這叫什麼 台語叫什麼 一支一支這 台語 叫電報條 以前拍電報 要砍電線 電報條是有爭 電報條 變電報條 以前叫電報條 好嗎 這個我們以前 各鄉的接近就是這樣 有經濟嗎 更漂亮 更進步 這以前的各鄉 好 1500年 全世界的 海底電浪就砍起來了 台灣人的 做什麼 全世界已經連黏起來了 其實我們很早就跟國際接軌了 我們很早就跟國際接軌了 173年 打字機出來 這個排列方式 跟現在的鍵盤差不多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鍵盤為什麼 ABCD是這樣子排的嗎 是因為這個的關係 因為如果ABCD都連在一起排 你打的時候 那兩支撞針會 纏在一起 所以他就把它錯開 到比較順的時候 到天后 開20年的時間 對部落 到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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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年 是海底電燃啊 經過49年 欸 無線電出來 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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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以前叫做台灣總督府的 民政部物產陳列館 這是我們現在的說什麼 台灣博物館 就是這個 台灣博物館 有沒有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嘛 希臘建築元素啊 柯林斯斯的柱子啊 這就是希臘的神殿嘛 陶利克斯的啊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博物館啊 陶利克斯啊 所以最美最漂亮的 都會用在這個建築物的形式上啊 會一直延續在用 有沒有 所以建築就是時代精神 就是包含了思想 數學幾何 美學工藝 建築就是包含這些 1887年 1889年 250萬支博釘 總高320公尺 這個時候 世界最高建築 保持了45年 法國 在200幾年前 就在玩高空的啊 101年是去好 也只有這幾十年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人家的國力啦 國家的力量 國力 來 親法戰爭 這就是平鵝 平鵝跟法國前 你問說是中國親跟法國戰爭嗎 因為這時候 這個大清有在平鵝這裡設他的管理單位 啊 鵝是怎麼鵝 在地跟他鵝 我們在地的人跟他們鵝 好 這樣 1885年3月29 3月30號 3月31 公戰澎湖土 這平鵝啊 這以前的平鵝 他整個平鵝 所以你去那裡 我們看到一些遺跡啊 一些遺跡喔 所以我們很早就跟世界的國家 強權的打來打去啊 為什麼打來打去 因為他要來 我們怎麼會抵抗 1903年 萊特兩個兄弟 發明了飛機 這早期的飛機是雙翼的 三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你注意看 中華民國跟大日本帝國 是同盟的耶 是同盟的耶 這次美軍啊 有這種氣體 空氣體 有沒有 1932年的 美國的城市的 這麼大啊 這麼壯觀啊 1932年喔 有沒有 那是一次喔 抖到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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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都沒用 這種東西都沒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華民國在招一板狼刀 變成敵對的 就怕 二戰的飛機就是這個 一戰的飛機就是雙翼的 二戰就變快了 變成單翼的 一串 數毫尼 原子彈滾下去 當時 簽和平條約當時 1952年 45年到52年 這個期間歸你 七年嘛 大概七年嘛 這七年 我們被軍事佔領 這個七年 這個1945年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成名 到了1949年 中國人那一票 他們丟掉了他們的領土 然後跑來 這個流亡政權 跑來了台北 跑來了台北 一直到現在 他接替的這個 軍事佔領 一直佔領到今天 都沒有結束 這個就是台灣的現況 你說有多少人在乎這個東西 沒有人在乎呢 我跟朋友說 你說這個要做什麼 好好賺錢啊 好好貴錢啊 好好貴錢我就好啊 你說這個要做什麼 呵呵 有就沒有 你說我去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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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賺錢啊 好啊 吃不吃不好嗎 你說這個對社會有什麼方針 好好賺錢 對啦 那個貨出去 人進來 大家發大財 有 上面有些人說 會再發 會再發 有發沒有 發到現在才有發 也沒有發了 現在 有人說 同樣類似的話 大家也是還心拍拍的 所以台灣人齁 完全不會從歷史記取教訓 為什麼 因為 唯一 從歷史得到的教訓 就是不會記取教訓 二戰就結束了嘛 正義電腦時代了嘛 所以我說 用思想精神 決定文明的差異 哲學思想 科學精神 追求利他 這幾西方文化裡面 是存在的 而且是進行中的 他一個 宣教士來是要幫助你變好啊 對不對 基督教的精神就是這樣子嘛 他來教育你 你寫羅馬字把你的文字 就是你講的話 變成有文字可以記錄 你就可以學習新的知識 所以他才用印刷機 讓你學習新的知識 求真理求知識 不就是希臘的思想嗎 所以西方文明一拜 是提升你耶 所以一般我們對殖民這件事情 是負面的印象 但是殖民這件事情 其實是對那個 地方文明 某種程度是產生破壞 破壞啦 某種程度它是提升啦 就看你怎麼去面對它 所以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啦 日本 日本人來了 我們才知道 要怎麼做成文字 不然我們才覺得很燙燙 不然我們才知道 那可以洗你知道嗎 不然我們不知道說可以洗 所以洗藥 這是日本人帶來的習慣 這是日本人帶來的習慣 我們過去可能都是插澡而已 沒有在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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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做很多的事情 他們後來有時間 他們想未來 五十年 一百年 要做的事情 他們可以去修科 什麼樣是新的 可以修科 要怎麼整理到太空 整理到月球去 什麼東西 香港 中國都說他的 外來都說他的 外來都說他的 你知道二胡有沒有 樂器啊 他們都說國樂嘛 國樂嘛 就是中國樂器嘛 只要兩個字的 以上 包含以上的樂器的名稱 都是外來的 琵琶 那就是外來的 二胡 胡琴就是胡人嘛 不是中國的嘛 所以中國人的樂器是什麼 蕭啦 爭啦 不然就是那個 豬啦 他其他 兩個字的 都是外來的 外來的也都說他們中國的喔 他們輸出的 他們也說中國的 你說 你看 印刷是中國的 指南針 中國的 奇怪 出去也說他們的 進來也說他們的 所以 中國人的思想 是比較特別奇怪的 我很反對那種 大中華 第一主義的那種思想 什麼都以中國為 為思想 為中心 我覺得那個是 不正常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要多了解 這個西方文化 西方文明 這樣才會幫助我們 對我們自身 對世界的理解 有不同的看見 不然我們過去 我們都是抱持著中國的思想 去看世界 中國的天下 不等於美國的全球 不一樣的意涵 美國的戰略 是看待全球戰略 他是用一個 造物族 整個地球的觀念 在看地球 中國的天下 是在他們那裡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到這裡 謝謝